您呢 一定想不到 有位漂亮的粉丝妹妹啊 研发了一道招牌菜 制作真的是很简单的 让明哥呀 分享一下给大家 劳驾各位 点一下红心 鼓励一下 这猪皮处理干净了 加葱姜料酒 窜入水去腥 捞出一定要把猪皮上的油啊 去干净了 然后把这猪皮切成条 加葱姜八角和盐调味 加上清水 放入这蒸锅呀 蒸上60分钟 把猪皮捞出 倒入两个打散的鸡蛋 然后啊 倒入这猪皮里 把西棱花木耳 胡萝卜丝 一起就用热水啊 焯一下 放入这猪皮里 拌匀晾凉了 开吃 这晶莹剔透的皮重 再搞上个蒜汁 嘿 站着吃啊 绝了 您呢 一定想不到 有个粉丝给明哥推荐了一个粘豆包的做法 您还别不拿豆包啊 不当干粮 吃着真的比肉还不较 制作还非常简单 红热豆提前泡上一碗上 放入这电饭锅呀 按比例加上水 用焖米饭的功能 焖熟了 到盆里 用这擀一张 烤成泥 大刀用剪刀 剪成小块 和这白糖牛奶 葡萄干啊 放在一起 加上一把糯米粉 揉搓 粘了即可 然后 拍成大丸子 再拍一层糯米粉 放容器上 上锅大火 蒸25分钟左右 这粘粘的豆包 飘着红枣和鲜奶的香气 被老人小孩都抢着吃 绝了